天一冷嘛,喝點小酒,這身上就不冷了 人啊,救火啊!來人啊,救火啊!來人!快來人!救火啊! 救火呀 邱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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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事啊 跑那么急 你还笑得出来 你爹 你爹叫没命了 老爷 老爷 你快杀他 快不了我 饶命啊 大夫 你知道你错的哪儿吗 我知道 就是传肠毒药 谈杯会误事的 可我还是多喝了两杯 你知道这次的损失 有多惨重吗 那些烧掉的货 全都是上等的药材 至少吃五千大洋 五千大洋 就算不计较钱 这个月的十五 那些货就要出货了 现在没货可交了 你让老爷的信誉怎么办 高级央行的声誉怎么办 老爷 都是我不对 我知错了 我对不起老爷 对不起夫人啊 对不起 既然 既然 你有心弥补 我愿意给你一次将功补过的机会 好疼啊 可珠 可珠 你怎么了 你伤到哪儿了 我没事 你快去 别管我 快去快去啊 这是什么 卖身器 卖谁的身呢 你女儿 秋菊 秋菊 这 爹 爹 你怎么了 秋菊 你怎么来了 你快回去 你快回去 高老爷 我不知道我爹犯了什么错 但我求您高抬贵手 不管什么样的惩罚 请让我为他承担 秋菊啊 不管什么样的惩罚 你都能接受吗 好 这不是你亲口说的 我说得出 做得到 秋菊 你不能答应 不能啊 其实你们也不用这么害怕 老爷给你们的惩罚 根本就不算惩罚 在我看来 反倒是给你们的一种恩赐 什么恩赐 把这份卖身器给签了 做高家的媳妇 你爹犯了过错 老爷就不会再追究了 什么 你 你是要我家秋菊 嫁给咬宗少爷 我家秋菊都这么大了 少爷才八岁呀 那又怎么样 你也不想想你是什么出身 老爷能让你女儿高攀 是你百年都修不来的福气 说起来 你还要谢谢老爷 给你这个将功补过的机会呢 不行 不行 我会能交给小孩子啊 那也简单 还有一条路 你以死谢罪 好让老爷能够向那些祸主们交代 不 不 不 姐 就这样 护我 拙人 我甘愿受罚 让爹去吧 爹 不行啊 不行啊 爹 爹 不要 不要啊 爹 让我死 爹 老爷 我答应你 我答应你再给药东少爷 来人了 快快回来 爹 你不能啊 爹 爹 你不能签啊 你不能签 先把这份卖身器给签了 秋菊啊 秋菊啊 你签是不签呢 秋菊 不能签 不能签哪 秋菊啊 你不能签 秋菊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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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签 你不能签哪 秋菊 不能签哪 秋菊 秋菊啊 秋菊啊 你是个孝顺乖巧的女孩 也难怪 你放心 你 你嫁过来以后 老爷 不会亏待你的 啊 秋菊啊 你和药东少爷的婚期 就定在一个月后 和老爷娶二姨态 是同意的 也算是给你们沾光了 好好准备 我 你 sinks 你 我 服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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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摁什么 老爷 服侍他 快抓了 找到没什么事了 你先下去吧 是夫人 老爷来了 老爷 来 喝水 你怎么搞的 老爷 你把我衣服都弄湿了 对不起 真是对不起 你怎么 你的手怎么老是那么凉了 别碰我了 不是我不愿意到你房间来 每次来都是受罪 我再去给你倒杯热茶 不用了 我不喝了 我是来给你送这个的 这是秋菊的卖身器 你不知道 他们夫女俩 哭得有多惨 我和传贤好说歹说他们才同意 我就搞不明白了 你为什么非要让秋菊嫁给药宗呢 她打药宗足足九岁 药宗十八岁的时候 她二十七岁了 到时候 生孩子会不会有问题啊 我也是快到四十岁那年 不是跟你生个药宗吗 过去的事情不要说了 你让我办的事 我可都办好了 你对我的承诺 不去反悔啊 你放心 我说到一定会做到的 月娥呀 你放心 我即使娶了一瓶静儿 她总是老二 高家德太太 依然是你 这个地位 没人可以动摇 这是商议啊 多谢老爷 一般是我放心 那些药材怎么处理了 我在放火烧仓库之前 早把药材搬到别的地方去了 烧的只是空箱子 咱们洋行没有损失 你的脑筋变得很快啊 计划的也挺不错啊 爹 下去吧 是 老爷 爹 你是不是真的要和小宗 同一天去老婆啊 鬼山 你都几岁了 还是那么没有规矩 你是不是真的要把那个 狐狸精洗进门 鬼山哪 你的教养 你的礼貌都哪儿去了 满口的狐狸精狐狸精 胡说八道 人家有名有姓 叫陆依萍 你现在可以找到陆阿姨 等她过门以后 你要叫她二妈 我才不叫呢 一个欢畅卖笑的女人 一双手千人枕 一张嘴万人肠 这种女人也配做我妈 我妈只有一个 就是跟你一起白手喜家 为高家付出青春 牺牲奉献的高刘月娥 好啊 你不是你只问我 为什么让秋菊 嫁给耀宗了 那你去问你妈去 你问她 为什么要这么作孽 娘 娘 娘 回山 回山 娘跟你说过多少回了 这女孩子走路要慢 说话要轻声细语 娘 是你让爹比秋菊 嫁给耀宗的 娘 爹到底说的是不是真的 回山 你坐下 你听娘跟你说 你已经长大了 有些话 娘就不想瞒你了 你可能不知道 那个陆一萍 已经怀上你爹的骨肉 什么 他 再过几年 你也要嫁人了 我相信你爹 会给你找个好的婆家 可是耀宗 他还想 我要是走了 陆一萍进了家门 生了孩子 耀宗一定会受到排挤 耀宗他才八岁 就没了娘的照案 所以 我跟你爹商量 达成了协议 什么嫌疑啊 我看秋菊 是个乖巧 善良的孩子 有他照顾 妖族 我就放心了 所以我让弟弟 想尽一切办法 让他嫁给妖族 这样 我就可以安心的走了 可是娘 你这么做 是害了秋菊的终身幸福啊 娘知道 我这是在作孽 我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谢谢 谢谢 你别请 你别请 过来过来 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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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帮周老板 离个箱子 恭喜恭喜 各位老板 多喝一点 出房 什么点心了 快点 离开点 动作快点 快点 快点 你怎么这么多 好多人啊 今天是老爷子上的 奇奇怪的大狗 就准 没办法 就有卖气氮啊 多了 不住 他们在眼下 小丽 你快快点 快人车上来 说给你听 周菊 到底什么 怎么才来嘛 快了快了 快了快了 到底什么时候才来 对 把他们护胆胸 快去 你去 好 好 好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请不吝点赞 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他要嫁人了 你信啊 不 不可能 我不信 我要亲自去问个清楚 少爷 快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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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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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各位 各位同喜 同喜 同喜啊 少爷 急事已到 迎亲队伍可以出发了 好 怎么没有看到 耀宗那边 爹 不好了 什么不好 耀宗不见了 什么 要是我的起始 那连我竟会也交叉了 爹 现在都什么时候了 你还直播着您的婚事啊 你还愣着干什么 快叫人把药松给我找回来 是吧 快去 你怎么在这儿 少爷 少爷在那儿 少爷 别玩了 回家了 回家了 有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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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又弄上了 快 快把他拉上来 快快 有头了 快把少爷带上来 别让他玩了 快快快快 快快快 快快快 快把他带回去换衣服 准备迎亲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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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爷 你等等我 少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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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吧 少爷 别碰我 少爷 少爷 你能力这么大 还去小老婆 人家有钱嘛 听说高夫人病得很重 就快不行了 他还有心思取小老婆 是吗 小道夫 女婿大姐 救救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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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婿大姐 老婆 女婿大 � 好啦 别再闹了 快回家去 听见没有 别闹了 少爷 你小心 少爷 你小心啊 少爷 szczegól 受监 esc 你想干什么呀 让秋姐嫁窖 她不嫁了 你胡说八道什么 lug 给我滚 是你胡说 看看你们高姐 仗势击人 我告诉你们 我不会走的 邱鸟 我来了 让开 给我打 别打我 邱鸟 别打我 邱鸟 住手 别打我家邱鸟 邱鸟 邱鸟 李总管 快让他们别再打了 好了好了 别打了 别打了 家军 家军你别这样了吗 邱鸟已经答应 嫁给我弟弟 你和他是没有结果的 你快走啊 不 我不会走的 那么高姐 这会把邱鸟给害死的 我不会让邱鸟 嫁给一个孩子 邱鸟 不要叫 邱鸟 你下来 你这样会后悔一辈子的 邱鸟 你别这样 邱鸟 你别这样 邱鸟 别打我 邱鸟 你别打我 邱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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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再打了 不要再打了 好了好了 别打了 别打了 邱鸟 家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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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求你 你快走 你快走啊 邱鸟 你终于来了 我知道你不会不关我的 我不会让你嫁给一个孩子 家军 我为了我爹 我没有选择 这是我的命 就算 就算我吃过一辈子 我也心甘情愿 家军 你今天情 你把我忘了 把我忘了 亲 我下辈子还你 我下辈子再还你 你不要管我了 你快走 你快走啊你 我不要你还我 你知道我忘不了你 我不会让你嫁给一个孩子 嫁给他你这辈子就毁了 邱鸟 你别弄了你 不要再为难我了 你这样做 根本就是让我难做人 你不是在爱我 你是在害我 我爱你 邱鸟 你搞搞生生 说要给我幸福 可是 你只是个穷学生 你拿什么给我幸福 要做 要做虽然是个小孩 可是 有高家做考试 我将来 我将来 应该可以一时无一用 家庭少爷 我请你心情好 我请你放过我 不要阻碍我 经高家过好日子 不 正君 你不是这样的 你不是贤屏爱赴的人 你不会这样对我的 你说是不是 是不是 不是 你说 我是 我就是些平安不太不虚众的人 你总算把我认清楚了你 你总算可以信了吗 我再亲口告诉你去 徐佳俊 你听好了 我林秋菊 我从来 我从来就没有爱过你 林秋菊 你这样对我 丁总管 我们走吧 走了 走 走 走 踩 一拜天新郎新娘结姻缘 二拜地拥抱子孙多富贵 快把鸡抓起来 快呀 还看什么看呢 快点快呀 快一点你们 你可不让你这宝贝儿子 我们喜事成何鸡鸡了吗 本来就不成鸡鸡 老爷你听听 你女儿说的这叫什么话吗 我说的都是人话 我像某些人 做的事根本见不得人 好了好了不要再吵了 兄弟 小伙子不是最听你的话吗 快替我好好管理他 是 幽黄少爷 你把鸡放了好不好 我才不要放开它呢 我抓到的我一定不会放开的 我不是说把它放走 是说把它放到笼子里 然后你可以天天用你喂它 等它长大 它就会听你的 就会把你当它的主人呢 这样好不好 它真的会听我的话 而且一直跟着我吗 只要你对它好 它就会 好 我一定会对它好的 把它关到笼子里去 好 好了 继续吧 好的 三拜东王宫 富贵如石虫 四拜西王母 瘦高如彭祖 回身转拜祖宗堂 子孙都是状元郎 礼成送入洞房 什麽 让我回国 Maja 你好 我们回房间呢 给你娘回房吃奶去吧 先 跟你娘回房吃奶去吧 小爷 你干什么 小爷 你不能出去啊 小爷 你捅他出去啊 姨妈,你叫阿水放手,我要去找秋菊。 不行,秋菊已经吓人了,你不能去找他。 不,姨妈,我一定要去,我要亲口问问他,他说从来没有爱过我,到底是不是真的?我要问问他到底为什么这么对我。 阿水,你放开我,放开。 我就不放,放开。 我这一巴掌是要打心你了。 夏菊,你口口声声地说你爱秋菊,可你明白他的为人吗? 秋菊从小在我的糕饼店里打过我,我最了解他的性格了,他从来就是为别人着想的人。 他说这些话刺伤你,其实受伤最深的是他自己呀。 他是为了你以后,让你恨他。 他是要维护你吗? 他是怕你被别人打死,你不明白他的心呐。 不,姨妈,这不是他的命,女人的命不是这样的。 人应该追求自己的幸福,他不应该被命运左右,我要去找他,叫他脱离苦海。 不行,你放开我,放开我,放开他,阿水,放开他,放开他,放开。 哥们娘,让他去,让高家的人活活地把他打死,让秋菊的心血白费,让秋菊的爹以死谢罪。 看秋菊,看秋菊还会不会原谅你。 夫人,老爷带二太太来了。 月娥,我带一瓶,要给你上茶了。 姐姐,请喝茶。 等等,我有话要说。 我们不是已经说好了吗? 你放心,我说的话不会很难听的。 你肚子里的孩子,有几个月了? 三个多月了。 三个多月。 你只比卉山大六岁,你还这么年轻,你为什么愿意嫁给大你三十岁的男人,还肯为他生孩子? 月娥,我的意思是,不管你存什么心,嫁过来了。 嫁到我们高家以后,你一定要谨守三从四德。 姐姐放心,我一定会替姐姐好好地照顾老爷。 哦,当然,也会对姐姐,还有卉山和耀宗,两个孩子好的。 我不求你对两个孩子有多么好,我只求你公平地对待他们,你记住了吗? 姐姐,这个您尽管放心,我一定会对卉山和耀宗像轻宝贝一样,比亲生骨肉还要好。 月娥啊,一凭她善良乖巧,你就放心吧,把这杯浸茶喝了吧,我们也该回去休息了。 春宵苦短,我就不耽误你们的时间了,上茶吧。 春宵苦短,你还会冒到家里,你能够买来的? 真有点差,你必须水吧,我不要紧。 姐姐,真是对不起,我那么不小心,居然打翻了茶杯。 你也太不小心了,还夫人衣服都湿了,她身子弱,受不住一点风寒的。 你怎么和二太太说话的? 我只是提醒她,我又没说什么。 老爷,您就别为了我,难为何猪了,她也是服侍太太的人,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啊。 那又能怎么样呢?那样就可以视宠儿骄吗? 快,与二太太道歉。 要我道歉,我又没有说错什么。 是啊,老爷,再怎么说,何猪也是大太太的人,您这样的话,也太不给姐姐面子了。 何猪,你给二太太道歉。 夫人。 我的话,你也不听了。 对不起,二太太。 好了,人也见过了,茶也静了,我们该回去了。 姐姐,那我先告退了。 月娥,你早点休息吧,何猪啊,好好照顾太太,知道吗? 知道,知道。 总算老爷还有点良心。 可惜啊,他躲不过这一劫。 好了,秋君,很困难,我想睡觉了,你可以走了,顺便帮我把那个奶娘叫过来啊。 奶娘。 奶娘? 对啊,天奶娘,你还都要陪我睡的。 要总少爷,奶娘不会过来了,以后,以后就由我来照顾你了。 由你? 我才要陪你照顾呢,我只要奶娘,我要奶娘陪我睡,我要奶娘给我唱摇篮曲,帮我把奶娘叫过来,我要奶娘,我要奶娘。 要总少爷,以后,我会跟你住在这个屋子里,所以,奶娘以后都不会来了。 我才要陪我和你一起睡呢,我要陪我和奶娘一起睡,你赶快把奶娘叫过来。 怎么了,怎么了? 发生什么事? 要总少爷他。 我不要出去和我一起睡,我不要,我要奶娘,你们赶快把奶娘叫过来。 少爷,少爷,少爷,现在和以前不一样了,你现在已经重新娶媳妇了,以后,你都要和秋菊一块睡,不能再和奶娘睡了。 我才不要和她一起睡呢。 秋菊现在是你媳妇,你当然要和她一起睡啊。 要不是我想娶她,是天自个儿做主让我娶她的,让她去跟天一起睡好了。 同言无忌,同言无忌,我的大少爷,你这话可不能乱说,会出大乱子的。 不管她是大卓子还是小卓子,都知道我要找奶娘,我要找奶娘。 哎呀,我的少爷,你们不小声一点,别惊动我夫人。 少爷,少爷,少爷,别闹了,兄弟了,老板娘啊。 少爷,少爷,别闹了,别闹了,兄弟了,兄弟了。 你唱的摇篮曲比奶娘弹还好听啊。 那你乖乖睡,以后我就唱歌给你听好不好? 好啊。 秋菊,我想抱着你睡,行吗? 当然行啊,她现在是你老婆了,你想怎样都可以。 嗯。 你干自助,只问鸟鸟,送给宝宝做观笑,笑儿被挣脱,口儿被生笑。 你们来啦,快进来。 秋菊,药宗,你们来啦,快来,给我好好看看。 来。 秋菊和药宗少爷,给夫人请安问早。 鸟,早。 早,早。 给夫人敬茶。 哦。 夫人请喝茶。 该该该口了,叫娘。 娘,请喝茶。 娘,请喝茶。 谢谢娘 快起来 快起来 秋菊 昨天晚上睡得还好吗 嗯 娘 秋菊唱的摇篮曲好好听哦 比奶娘唱得好听呢 是吗 好 好 不愧是娘给你选的好媳妇 娘 夫人该喝药了 我来 秋菊 你别忙了 你先坐下 坐下 来 坐下 秋菊 秋菊我肚子好饿 那我 何柱 你带着药棕 先去吃点早点 嗯 要走少爷 我们走 嗯 娘 生什么了 是不是身体不舒服 不 梁是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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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想到 在男友生之夜 还能看见药宗娶媳妇 娶一个你这么善奸人意 天天入味的好媳妇 梁真是高兴 我高兴 我好高兴 娘 您身体不好 您快会说话 等人身体好些了 秋菊再跟您说话吧 我再不说 我就没机会了 秋菊啊 你别动 娘 秋菊 娘 娘 你别这样 您这样会只有我瘦的 娘 秋菊 是娘对不住了 娘对不住你呀 娘 秋菊啊 娘是因为有私心 才硬逼着你 你这么好的女孩 却嫁给一个八岁的孩子 我真是在造孽啊 我 我也是走投无路了 我快不行了 可是老爷怕 我为了这个家 为了我的孩子 我最好 托付给你了 托付给我 娘 您可得这么厉害 以后再说吧 您先休息 娘 秋菊 我今天啊 一定要把话跟你说清楚 姚宗这个孩子 他是高家唯一的希望 我不止 让你做他的妻子 我还要你 代替我 做他的娘亲 让我 做他的 娘亲 我的意思是 你要像母亲一样的 照顾她 保护她 永永远远的 为她活着 娘 答应我 答应我孩子 答应我 我答应你 我答应你 你发誓 娘 我要你发誓 你就说 你生是高家的人 死是高家的鬼 永永远远的 为药宗活着 娘 娘 孩子 答应我 答应我 我答应你 我 我发誓 我 求菊 死后 神 是高家的人 死 是高家的鬼 永永远远 永永远远 要为高阳宗活着 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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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 我可以放心了 可以瞑目了 娘 人生无常 生死永灭 我已经感慨了 我唯一放心不下 就是我的孩子 我 要做 我知道 你心里的苦和畏惧 是我欠你的 娘 您别再说了 我就跟你找大夫 我 想去 爱上 作用作用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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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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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爷 你可要早点回来 人家可是无时无刻都会想着您念着您的 知道了 我这些饭坨以后立刻就回来 倒是你啊 一定要好好保养身体 保护好肚子里的孩子 放心啊老爷 我绝对不会让老爷的骨肉有任何闪失 秋菊啊 耀宗的妈妈刚刚去世 你要多多费心 好好照顾耀宗 我会的 爹 您放心 耀宗 爹 在家要乖乖的 听秋菊和二妈的话 知道吗 嗯 好了 我这次出去收租 最多半个月的时间就回来 现在外面的形势动乱 你们凡事啊 要平安为上 嗯 长先生 我不在家的这段时间里 有什么事情 多和二太太商量 啊 替他出出主意 哎 放心 我一定会 老爷 您放心好了 家里的事交给我 嗯 不会出乱子的 好 那我上路了 老爷 老爷 快去快回啊 嗯 别动了 走吧 是 你们回去吧 家琴 你还好吗 听说你好一阵子没去上课了 所以我来看看你 其实我早就想来了 只是我娘过世 我不方便出门 所以才拖到了今天 你的伤都好了吗 身体的伤好得快 但心理的伤 却永远难以平复 教绣 你和秋菊怎么会在一起的 很奇怪吗 我的意思是说 她不过是个乡下女孩 而你却是个大学生 大学生又怎么样 还比不上一个八岁的孩子 其实 我娘让秋菊嫁给耀宗 是有她的苦衷的 苦衷 对 你们都有苦衷 那我呢 你们管过我的苦衷吗 家俊 如今秋菊已经嫁到了我们高家 说明你们俩的缘分已尽 你就算再伤心再难过 也改变不了什么呀 你说的对 是改变不了什么 那你来干什么 这个世上 不是只有秋菊一个女人 只要你肯认真地看看你的身边 你就会发现 有一个比秋菊更爱你的人 站在默默地等候你 秋菊已经嫁了人 我的心也跟着她已经死了 你不用再在我身上浪费时间 就算没有秋菊 我心里也容不下任何人 秋菊秋菊 你的眼睛里就只看得到秋菊吗 她不过是一个乡下女孩 到底什么地方 值得你那么习惯 再说了 她现在已经是我们高家的媳妇了 你又何必把感情浪费在她的身上呢 我不许你这么说秋菊 我们俩的感情你是不会懂的 她嫁到高家是逼不得已的 她是被逼的 是被你们高家陷害的 你给我走 快走啊 我不想见到你们高家人 走 走 你听我说 快走 不要再来烦我 夏菊 你听我说 夏菊 夏菊 夏娟大 秋菊 秋菊你陪我玩吧 我正忙着呢 我不管 我就让你陪我玩 晚一点吧 我得把这被子弄好啊 今天难得出了大太阳 我把被子晒一晒 省得发霉了 一会儿啊 我还洗衣服呢 我不玩 我就是 我真想你陪我玩 刘兔养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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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asih 要够 别这样 要够 姐姐 你回来了 你来陪我玩吧 别烦 现在没心情陪你呢 大姐 怎么了 谁惹你生气了 就是你 我 你不要再装了 别以为别人看不出来 我可是看得一清二楚 大姐 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 你不要再装无辜了 这一套对男人有用 对我可无效 我不许这一套 大姐 你是不是对我有什么误会 如果我做错了什么 请你告诉我 我给你赔你道歉 你到底对许家俊下了什么名要 为什么他到现在还忘不了你 我高卉山哪一点比你差 为什么他竟然对我不信 乌龟吃水 好爱好爱 乌龟吃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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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款 乌龟吃水 脆心 你会 vara 言重 说得这么难看 笨手笨脚的 一点小事都做不好 小姐 不是我笨手笨脚 怕是小姐心里 又不开心的事吧 到底是谁这么大胆 跟着我们小姐不开心啊 还会有谁啊 不就是我那个木头同学 许家俊吗 小姐 你没听人家说 强渣的瓜不甜 既然涛无情 你又何必执着呢 我就是喜欢她 你懂什么呀 是小姐和猪不懂 小姐喜欢上她 是她上辈子烧高香 是她不知好歹 不懂得珍惜 这还吵不住 不过话说回来 秋菊都已经嫁人了 她为什么还不能忘记她 到现在还想着秋菊 这口气 我实在咽不下去 小姐 说这样行吗 你怎么没有 我都别说了 你不认为我 想着照顾 我 niet 喝酒 不认为她 你不认为她 不认为她 不认为她 也不认为她 有个愚弱 你不认为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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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你不认为她 偷听人家讲话 算什么 出去 出去 我这还不怀疑你 你不用这么生气啊 自古以来 男追女隔层山 女追男隔层沙 再加上 你又是老爷的掌上明珠 只要你不放弃 有哪个男人 逃得出你的手掌心呢 你到底要跟我说什么 我是想告诉你 要想让一个男人喜欢你 并不是多难的事情啊 想想看 有哪个男人 不喜欢温柔善良的女人呢 所以啊 不管发生什么事情 只要你对喜欢的男人 百依百顺 把他当作天一样的对待 那就没有哪个男人 会不喜欢你的 你说的是真的吗 那当然了 只要你花点心思 我保证 他一定会喜欢你的 二太太 丁总管 有事吗 有些账本上的事情 想要请教二太太 好 我知道了 马上就来 是 那我先走了 咱们改天再好好聊 丁总管 Mile 进来吧 你好讨厌哦 这么久都不来看人家 想死我啊 我早就想来了 可是那个脏老头一天到晚待在家里 洋行的事有多归我管 我根本抽不开身嘛 好吧 这一次就原谅你 怎么样这一阵子 那还能有什么问题呀 那个老头啊 还以为我肚子里的孩子是他的 高兴得不得了 每天都对我呵护备质呢 这高老头啊 怎么想也不会想到 你肚子里的孩子竟会是我的 当初我还以为咱们这个计划行不通 现在看起来还真是天衣无缝 一切都在我们的掌握之中 嗯 计划往往是赶不上变化的哦 怎么 你后悔了吗 那倒不是 我原本是想呢 让你嫁给高老头 跟他生个儿子 等到儿子长大之后 财产自然就是咱们的 不过现在我嫌他太慢了 因为大夫人已经死了 惠山又迟早要出嫁 机会一直就在眼前 那这么说 你已经有新的计划了 想个办法 把秋菊赶走 然后除掉药宗 那到时候 你肚子里的孩子 还不就是高家的一切吗 那高级洋行 还会脱离你我的掌握吗 我真没看错人呢 老爷回来了 老爷到了 小心 老爷回来了 不要声声 老爷 老爷 你怎么提早回来了呀 是啊 我想给二太太 一个惊喜 人呢 在房里和丁总管说话呢 丁总管这么早就来了 好像丁总管要跟二太太 说什么重要的事情 所以把我们都支开了 还说 没叫我们不许靠近 什么重要的事 我去看看 那你们继续做事吧 一平 一平啊 糟了 是老头子回来了 一平啊 一平 我回来了 快来不及了 一平 二平啊 快去 快去 一平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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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爷 您不是明天才回来吗 我一心在想念你呀 我在外面睡也睡不着 坐也坐不安稳 干脆 提早回来了 早知道 我就陪您过去 省得您这么牵肠挂肚子 那可不行 你要当心肚子里的孩子 对了 我刚才听何珠讲 丁总管来了 当你谈事情 怎么没看见他人呢 您说丁总管呢 他是来过 他来永非收一些 洋行里的款项啊 项目什么的 我早就打发他走了 洋行里有什么事情啊 洋行里有我和丁总管在 能有什么事啊 老爷 一会儿你想吃什么 我来和珠他们准备去 好啊 还是在家里好啊 起码有个人伺候啊 一平啊 我给你买了件礼物 你看看 喜欢不喜欢 好漂亮的珠差 谢谢老爷 老爷 我也有一件礼物要送给你哦 什么礼物啊 我可以偷看哦 好 好了没有啊 没有 好了没有啊 好了 可以把眼睛睁开了 什么礼物啊 在这儿呢 还不快过来 反能关上 好 丁总管 您这是 不知道哪个笨蛋 谈鱼乱放 害得我一脚踩皮去 真行 二夫人还在房间里睡着吗 我怎么会知道 我是正巧打这经过 看看老爷回来没有 那您忙吧 我去洗衣服了 什么 你说 是不是就看到你从我的房里出去 那他不是知道了我和你的事 看他的样子像是并不知道 可是难保他不是在装傻充愣 那怎么办 万一 他把我们事情告诉了老爷 所以我才赶紧到这儿来找你商量 事情已经到了这个份上 咱们一定得赶紧想办法 把这死丫头给撵出去 娘 别睡了 起来陪我玩 你去来陪我玩嘛 娘 秋吉 小妈 你还没休息啊 我比老爷做了甜汤 顺便带了你和耀宗的 来 趁热喝 谢谢小妈 不过耀宗已经睡了 睡了 那不要紧 你先喝 也尝一尝我的手艺好不好 多谢小妈 谢什么呀 都是自己人 干嘛这么客气呢 你现在照顾耀宗 是责任重大 可是 也别忘了好好照顾自己呀 这孩子呀 醒着的时候 像个小魔王 睡着的样子 还是蛮天真无邪的 当儿子嘛 还是蛮可爱的 可是当丈夫的话 怎么了 没事 没事 怎么会没事 换作我是你的话 心都快熬成苦心点了 外面的人 以为我们嫁到高家 是来享福 可是他们哪知道 我们心里的苦 老爷大我整整三十岁 常常为了生意 在外边忙 放着我一个人独守空归 我的寂寞 谁来安慰 而你呢 则是嫁给小丈夫 她年纪那么小 什么都不懂 所有的一切 都要靠你来打脸 照顾生活起居 可是你的心 你的感情 谁来安慰呢 在这个家里 灰山把我当成抢走她爹 害死她母亲的狐狸精 老是和我唱反调 药宗呢 又那么小 只有你 虽然我们身份不同 可是年龄相近啊 而且 我们都是同一天 嫁进高家大门 说起来 这也算是一种缘分吧 所以 我不怕 不怕和你说心里话 我好希望 我们能像姐妹一样 相互倾土心事 啊 以后 私底下 你就叫我一平好了 我怎么能叫您名字呢 那不是乱了辈分吗 所以 我说是私底下呀 往后 在这高家大院里 我们两个人 就是相依为命的姐妹 你有什么心事 可以找我说 我有什么心里话 也可以找你谈 有了说话的对象 生活 就不会这么苦闷了 就这么说定了 来 这个 我送给你 作为 我认你这个妹妹的礼物 不不不 我粗手粗脚 带不惯这些东西 万一打破了 多可惜啊 嗯 这倒也是 要不 有一样东西 我知道 你一定用得上 不行 这太贵重了 我不能收的 我看中你 当然 得送一样贵重的东西 给你呀 你要是不收 那就是看不齐我 来 我帮你戴上 果然好看 你呀 现在身份和以前 可不一样呢 身为高家继承人的媳妇 总得打扮打扮 才能出去见人呀 我不想出去见人 为什么 怕别人说你是七大姐 对你指指点点 说你嫁个小丈夫 不要怕 别人越是说你 但你越是要挺起胸腾做人 他们爱怎么说 随他们去 七大姐怎么了 嫁个小丈夫 又怎么了 只要我们没有做错事 就不怕他们的嘴乱说 一平 就是这样 叫我一平就对了 秋军 干嘛呢 你看 挺漂亮的红豆 嗯 跟你一样不漂亮 我给你看样东西 秋军 闭上眼睛 用什么 闭上眼睛你就知道了 快啊 好 闭上了 嗯 不要睁开哦 不要睁开 可以睁开了 可以睁开了 啊 这红豆手练真漂亮 喜欢吗 嗯 我帮你戴上 真好看 嗯 你不是喜欢吗 为什么拿下来 我怕干活都说活弄坏了 我先把它说好 小闪瓜 你干活弄坏 我可以再帮你穿吗 你要一直戴着它 就会想到我了 红豆生南国 春来发几枝 愿君多彩 此物最相似 秋军 我很想 你是否和我一样 我看得不合得 不ids 你 我 你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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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 你 我 我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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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爹对我娘也没笑得这么开心过 说真的 我很讨厌你 因为你抢走了我爹 害我娘含恨而终 不过我又不得不佩服你 既然能让我爹 但你这么服服帖帖的 你到底用了什么样的手段 能够让一个男人这样死心塌地的败倒在你的石榴裙下 教我 快教我 别急 我会教你的 不过先说好 虽然是我让你教我的 可是这不能表示 我就愿意让你当我的二妈 知道 那你现在能让我把头发先梳好吗 哎 我的朱钗怎么不见了 什么朱钗啊 是你爹送给我的 不是很名贵 可是意义很不一样 昨天晚上我还带着她呢 不可能不见的 除非是有人偷了她 那还不简单 看看早上是哪个丫头来过你的房间 不就知道是谁偷的了吗 今天早上到我房间里的 就只有一个人 她每天早上都会打洗脸水来给你父亲洗脸 选便问早安 你说的是秋菊 对 今天早上她来的时候 我和你父亲还没有起床呢 我就让她把洗脸水 放在书章台这儿了 不会真的是她拿走了吧 大姐 什么事 妈 桂山 不能了 拿来 拿什么 你偷走的东西 你这个小偷 我没有偷东西 我不是小偷 你就是 许家俊本来是我的 是我在全小鲜认识她的 偏偏被你抢了去 你还敢说你不是小偷 我 卉杰 卉杉 好了 走吧 还有 你偷了爹送给爱妈的朱钗 对不对 我 卉杉哪 我都说了 这是一个误会 你就不要再为难秋菊了 不行 我一定要让这个小偷认罪 拿出来 你拿出来啊 一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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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教她一瓶 以你的辈分 你应该叫她一生二妈才对啊 我 你 你上庄可怜 我最讨厌的就是看到你这不装无辜的表情 多多在门口干什么 吵什么 老爷 你不是去洋行了吗 我忘了拿文件 赶回来一趟 还没进院子就听你们吵吵闹闹 到底怎么回事啊 爹 您来得正好 秋菊她不但目无尊长 只换二妈的名字 还凑着您送给二妈的朱钗呢 什么 秋菊啊 你怎么会 老爷 秋菊既然已经嫁给了妙宗 那就是高家的上奶奶 我只是一个小妻 她爱叫我什么 又叫我什么 我无所谓的 没有这个道理 你以为 你嫁给了妖宗 你就是高家的大少奶奶了 可以为所欲为 也可以连备份都不顾了 还可以随随便便偷东西 我没有 你不承认是不是 好 你是要自己打开抽屉 还是让我们搜 你自己选 要是抽屉里有那只朱钗 你就是小偷 我 卫山 别管我 不要 看 这是什么 这只朱钗 是我上次收租回来 买给一瓶的礼物 它怎么会在 在你秋菊的抽屉里呢 听到没有 人正物正俱在 你就是小偷 那朱钗是 是我送给他的 是我送给秋菊的 这总可以了吧 这是什么 这不是 红豆手链 你还我 我偏不 这是谁送给你的 是谁 那这是 这是一个朋友 送的纪念品 谁送的 我注意 这是陈嘉峻送你的 是他送你的纪念品 是吗 陈嘉峻 就是上次秋菊结婚 来抢亲的那个大学生吗 你还我 还我 就不还我 你为什么 你为什么 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从我进高家的第一天 我就跟婆婆发了诗 谁是高家的人 谁是高家的鬼 这条手链 我只当是 朋友送的纪念品 就仅仅是 代表我过去的生活 美好的回忆 为什么 为什么 你们连我谨慎的 这一点点的回忆都要打碎 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秋菊 你怎么这么命苦啊 让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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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秋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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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了 你怎么哭了 谁欺负你了 我帮你打他 你们谁欺负我 对秋菊了 秋菊 是不是你 这是我 怎么样 你是坏人 以后我不跟你玩了 你干什么呀 谁心还跟你玩啊 你 秋菊 不要哭了吗 你不要害怕 有我在 秋菊啊 慧山扯坏了你的东西 那纵然不应该 但是 我还是要问你一声 那个许家俊 你到底还是不是 毫断思量 爹 我发誓 从我进高家的那一天起 我再也没有见过他了 还有 这朱差 到底是不是你偷的 算了老爷 反正 朱差也找到了 秋菊的纪念品 也扯断了 就当扯平了 好吗 不要再计较了 家和万事兴啊 好 那就照二太太说的 一切都扯平了 不过 秋菊啊 今天我不惩罚你了 但是不能再有第二次 慧山 你瓶气也太大了 以后要收敛点 知道吗 这孩子 老爷 咱们也走吧 让秋菊好好休息休息 好 来看 都没挣你活要干了 不要哭了嘛 不要怕 来 起来吧 秋菊 好秋菊 不要哭了 我唱摇篮曲给你听啊 一根子竹只喵喵 送个宝宝做幻想 小爱的真空 后爱的真小 一根子竹只喵喵 送个宝宝做幻想 小爱的真空 后爱的真小 啊 小玦 小心啊 我没事的 没事 你这是干嘛 你现在已经变成 刚家的大少奶奶了 这些粗活' 让我们这些价人去做就好 我没事 我就惯了 再说 我只是要服侍药松上的一个人 自己动手啊 反而快些 秋菊 说真的 你刚加入高家的时候 我还有点羡慕你 可以飞上枝头当凤凰了 没想到 根本就是虎落平阳被犬气 你说高家里人是狗啊 我没说我没说 不是我说的 行了 我跟你开玩笑的 说真的 高家的人对你实在是太过分了 尤其是大小姐 我的家俊少爷的关系 把你当成眼中钉 是人家家俊少爷自己不喜欢他的 关你什么事啊 他老是这样针对你 我都替你感到委屈 其实他会这样对我 也是因为他心里很苦 很难受 所以才要找一个人发现 那也不该找你发脾气啊 他那样对你 你还同情他呀 反正我很难忍 以后我也会继续忍下去 就只有一件事情 我想人也忍不住 你想见家俊少爷 你说哪儿去了 我想见我爹 自从我嫁入高家以后啊 刚好碰到婆婆过世 连三招回门都没有啊 现在又有药宗要照顾 我也走不开 实在不方便回家 何主 我可不可以麻烦你 有空的时候 帮我回家看一下我爹 看一看他身体怎么样了 生活上有什么需要的 然后告诉我行吗 我当是什么事呢 这有什么问题啊 咱们是好姐妹呀 你爹 不就和我爹一样吗 放心吧 明天我就替你去看看 谢了 我怎么又走到邱居家来了 就算我来了 他也不会像以前一样 跑出来迎接我的 何主啊 谢谢你来看我 回去啊 跟邱居说 就说我很好 叫他放心 伯父 请您一定要多保重 要不邱居会不安心的 是啊 邱居在高家过得怎么样 好 当然好了 高家有钱 吃的是山珍海味 穿的是绫罗绸缎 他现在是高家的 大少奶奶了 日子过得比谁都好 是真的吗 自从高家仓库失火 大家就不用我了 我想进去看看邱居都不敢 怕给他添麻烦 我是 伯父 您放心 邱居个性坚强 就算他遇到什么困难 也绝不会被打垮的 白说 还有我这个好朋友陪着他呢 说主 听你这口气 好像邱居遇到什么困难 我这种罪就是管不住 差点就说错话了 要是上伯父知道 邱居在高家过着被人使唤的生活 他心里不知道该有多难过了 何柱 家 家 家俊少爷 何柱 我听说邱居在高家被人当奴仆使唤 又被大小姐折磨 是真的吗 我 到底什么情况你快说啊 求求你了 不要逼我 不要逼我呀 何柱 你不要怕 我只想知道邱居在高家过得好不好 你告诉我好吗 打中了打中了 很疼呢 你别玩了 那你来追我 来追我吗 我还在忙吗 哎呀 那你来追我 来陪我玩吗 再等我一会好不好 等我把地址晾完了 我就陪你 你不陪我玩 算了 何柱 我给你送米来了 进来吧 车子先停门口 哎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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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来是脚踏车 幼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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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哪儿啊 你别躲了 你快出来 幼宗 秋菊 秋菊 我专程来看你 我听说你在高家过得并不好 我很担心你 谁说我过得不好 我现在是高家的少奶奶了 日子过得很轻松呢 你看我现在 神兴气爽的 每天都很开心 挺享受的呢 我不信 你要是真的过得很享受 你还用得着自己洗衣服晒衣服吗 那是 你知道我从小做惯了 我不喜欢让人家伺候吗 秋菊 你看看你现在这个样子 哪里像个少奶奶啊 你比以前更瘦了 你比以前更瘦了 我们曾经是 我们曾经是 曾经是好朋友 我现在嫁到有钱人家 做少奶奶了 你 你不是应该替我高兴 祝福我吗 不 秋菊 你不用再骗我 我什么都知道了 高家人根本就看不起你 他们把你当下人使唤 让你受惊委屈 这些我都知道 你不要乱说 高家那个对我很好 真的很好 我也没有受什么委屈 不用你担心 你赶快走吧 赶快走 秋菊 是谁把架子弄倒了 还没被叫了一屁啊 还没被叫了一屁啊 是谁把架子弄倒了 还没被叫了一屁啊 家俊 小菊 小菊 你没事吧 你们俩在干什么 大姐 你 你 你别误会了 我们真的没有什么 没什么 没什么 你们两个从棉被底下钻出来 我绊倒了 他帮我 所以你才 不用说了 这些话人之下 你这样在我们高家后院勾引男人 做出这种不知羞耻的事情 林秋菊 你把我们高家的脸都丢尽了 大姐 你真的误会了 误会 我亲眼看到你们两层棉被底下钻出来 还手拉着手 难道这是误会 不 秋菊 让他去说 最好他们高家把你给修了 这样我们就又能在一起了 家俊 你快走 别添乱了 大姐 我们真的没有什么 是清白的 刚刚是个意外 请你相信我 我们什么都没有做 卫山 你说的没错 刚才我和秋菊 是手拉手在这棉被底下做那些苟且之事 家俊 你告诉你爹 让他写修书 许家俊 你不要照看我 你以为我真的不敢去告诉我爹吗 好啊 来呀 叫你爹现在就去写 来呀 我不怕 家俊 你快走啊 家俊 我求求你快走啊 许家俊 如果我告诉我爹 我爹不是只想修书那么简单的 好 我知道 再帮我阻打一顿是吧 家俊 我告诉刘许家俊不怕 就怕你爹不敢 家俊 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呀 老师怎么快走啊 秋菊 为了你 我什么都愿意做 要杀要我 随便他们 只要我们两个能在一起 许家俊 你做梦 我不会让你们如愿以偿的 我现在就带你们去见我爹 大姐 我求求你 不要 不要大姐 我求求你 别大姐 我求求你 秋菊 不好了 老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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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宋 你快来 雄公 抓住 人 我问你邱军,你是怎么看见耀宗了,啊?他怎么会带到田里去的? 我,爹,我亲眼看到他和男人在后眼勾搭,当然顾不上耀宗了,我没有。 你,让我刮到柴房去。 爹,爹。 别叫我,爹,没你这种,败坏门风的儿媳妇。这事过去之后,我再收拾你。 爹,让我看见耀宗怎么样了,让我看见耀宗怎么样了。 不想抓住他 now? 爹! 爹 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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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爹爹,有点明天 shower! 爹! 它有点明天还有你的人物我引宪 握心她好。 爹! 爹了! 我要找高老爷 跟他说清楚 你不能去啊 你还嫌不够乱吗 现在秋菊已经够惨了 你带先生去维护他 只会越渺越黑啊 可是我 别可是了 我求求你 快走吧 别再到这儿来了 我这后会那天跟你说那些话 现在发害了秋菊 何柱啊 你听我说一下 家俊少爷 你就听秋菊的话 把他忘了吧 快走吧 不 何柱 你别跟我走 家俊少爷你快走啊 兄弟 走吧 啊 何柱 何柱我求你 开开门呢 秋菊 何柱 别让我见得秋菊啊 大夫 我儿子他没事吧 高老爷 药宗少爷他 是受到外力震荡 而导致气血逆行 但大致无碍 我开上三铁药 让他顺气 应该就不行了 还好药宗没事 要不然 我一定跟秋军没完 川仙人 是 送大夫回去吧 等金加倍 老爷放心 大夫请 谢谢老爷 告辞 药聪 药聪 老爷 您打算 如何处置秋菊呢 总不能 一直就把他 关在柴房里吧 哼 他还要总摔成这样 到现在还昏迷不醒 我不会轻饶他的 起码饿他三天再说 既然 您这么痛恨他 不如 把他赶出去算了 不管怎么说 是月娥在世的时候 给药宗选的媳妇 没错 他是妈选的媳妇 他有一务留在高家 照顾药宗的 可是 如果他的心 不在药宗身上 那他继续留在高家 也未必是件好事啊 不如啊 趁早把他赶出去 也省得到时候 拖累我们高家 搞得我们也面尽尸啊 你说的也有道理啊 不过 我得先搞清楚这件事情 确定他在外面 搞那种败坏门风的丑事 再把他赶出去 那才不会招来别人的非议 卫山 你说 跟邱菊勾搭的那个男人 他是谁 是 是不是叫许家俊 我听丁总管提几个 爹 这不关家俊的事 这一切都是秋菊他 成贤啊 成贤 是老爷 去把那个许家俊给我带来 我让他 还要宗一个公道 是 爹 真的不关家俊的事 真的是秋菊他 你别说了 你先出去 我要静一静 爹 出去 是 老宋啊 你放心 爹一定会给你个交代 你们是高家的人 要干什么 你就是许家俊吧 我们家老爷 想请你走一趟 我和他 没什么好说的 你要是不跟我们走 秋菊恐怕会很危险 我和他 每个人都都过了 有个人坐下